我們提到有關那個就是326 最後其實可以怎麼樣 再增加什麼 就是班級的清單 123班 那如果說最後呢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123班各自放在不同工作 而不是放在不同範圍的話 如果各位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看後面的部分 當然你可能要學會幾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批次的有沒有 幫我去新增我需要的那個工作表 有沒有 以前我們手動是按下那個有沒有 按下這個工作表裡面有沒有 這邊有個加號嘛 按下去 新增命名一班 按新增命名二班 OK 可是問題哦 如果你將來你的班級數非常的多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這個方法 所以基本上 如果各位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兩行 一個是sheet.add 一個是sheet.name 名字給他 新增 重新命名 那再來就刪除 刪除的話就delete 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再來怎麼樣 就是再把資料放到裡面去啊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篩選的部分 我這邊用到有一個叫做篩選的功能 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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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表 然後把它分割過去 那篩選的話 關鍵的地方就是什麼 Auto filter 根據什麼呢 哪一欄去做分割 OK 那這個篩選的部分的話呢 比較像這樣 游標放在這裡有沒有 資料裡面的篩選 那我只要一般的話呢 你就把一般打勾按確定 有沒有一般 然後再把一般的部分有沒有 call到那個一般裡面去 然後二般call到二般 三般call到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不是只有這邊可以用 很多時候如果你要做什麼 公司內部資料的分割啦 比如說根據客戶分割 業務分割 產品分割 有沒有 日期分割 馬上就分割 那你如果要針對不同的資料 做不同的報表 首先一定要分割嘛 OK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快速的把資料分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OK 細節部分 那我就大概說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部分是比較 比較屬於進階的 那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大概這樣 剛剛講的 第一個 批次新增工作表 先刪除 有沒有 按下這個 自動新增 但是新增裡面沒有放資料 OK 刪除 刪除就這樣 馬上刪掉 OK 新增 刪除 都是批次的 OK 那再來的話分割工作表 分割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呢 你用判斷的 比對 然後把資料找到放過去 放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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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會把一般就放一般 二般就放二般 三般就放三般 但這個方法不是用篩選 是用if的邏輯判斷 如果是 call過去 是call過去 是call過去 OK 然後這邊有個刪除 另外一個是用篩選的方法 方法 call過去 一樣一般 大概上面會多一個欄位名稱 OK 其實大概體上是這樣子 可以做分割 而我是覺得這個延伸的部分 還蠻好用 因為蠻多同學 每天都需要做資料的分割 OK 好 那細節部分呢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請各位就參照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因為我同學 問了那個問題 剛剛提到的 就是 這個 原始資料分割 分割 剛剛我有講到了 就是說 它需要做的 就是 警字號 這個資料裡面可能有警字號 但警字號有可能有一個 有可能有兩個 好像這邊好像大半都是一個 像這邊好像有一個兩個 那它需要什麼 倒過來找 警字號如果有多個的話 只能夠找右邊的一個 就是右邊算過來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警字號 如果有的話 就把它前面到逗點的資料 放到這邊 後面放在 後面的這個 這個 這兩個 那如果沒有警字號的話呢 那就出現這個錯誤 這個訊息 那怎麼去切割 如果不用人工的方式的話 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當然基本上我第一個想到 一樣嘛 就是for i 如果這個是原始資料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檔案裡面有一個下載 你可以從檔案 下載裡面下載這一個 然後呢 大概想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for i 等於2到17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如果裡面有警字號的話 所以呢 如果有沒有警字號的話 我剛好講 你可以用 in3 但是要倒過來 因為要從這邊過來 不是從這邊過去的話 後面請你加rev reverb reverb是反過來的意思 ok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就幫我切割 左邊到逗點的位置 如果沒有逗點就從頭 ok 然後再把這個後面的 切過來 那反之的話就是丟這個東西 這要程式要怎麼寫 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檔案下載 並且打開 先想想看 或者是說看看有沒有什麼公式 可以完成 我想一想 好像沒有耶 以色尔裡面函數裡面沒有倒過來的 只有左邊過去而已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當然好像用VBA應該是最好的策略 因為沒有更好的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